第33集 我爹把李道爷请到上座 然后拿出一瓶子兰陵二曲 在宋老头那里打来的酒 不好意思拿出来 李道爷把我和韩韩叫到桌子旁坐着 我们两个看见香喷喷的鸡肉早就馋了 坐下就吃鸡肉 大黑虽然刚满院还走不稳 可以闻见鸡肉味 也歪歪扭扭的跑到桌子前 我偷偷的把一块鸡肉扔到桌子下给大黑吃 李国炖出来的大公鸡 吃起来非常的有嚼头 又辣又香 辣得我们头上冒热汗 可是越辣就越想吃 现在想想那些麻辣汤穿彩流行 都是取了一个辣子 我们这里有句俗语 咬拉铲胶子盐 大块的肉多加酱油和盐 炖出来的才香 等我多年之后成了中医 还一直在思考 现在的那些养生和我们那时候的习惯 为何完全挂不上钩呢 就说这盐 剩菜即使是在夏天也不会倒掉 而是放到下顿吃 后来研究证明会产生亚硝酸盐 引起癌病 可那个时候我们吃菜 上顿吃不完 下一顿 癌症的概念那时候基本没有 小时候吃的是粗盐 冬天的时候会用盐 腌上一大缸咸菜 春天的时候再用盐卤 糊咸菜 一缸咸菜能吃上一年 记得那时候咸菜从缸里捞出来 只要一干就会有一大层的盐 咸菜占据了我童年对菜的记忆的一半 像香春芽 韭菜花 萝卜豆子 腊疙的 这次呀 是标准的咸菜 可是放很长时间的 亚硝酸盐肯定很高 不过 那时候人都很健康 现在的生活好了 不吃了 反而周围的高血压 高血脂 癌病 多了 说到底 还是我们的生活习惯改变了 环境改变了 人的代谢少了 很多有毒的物质 会寄居体内 排不出去 这才是治病的关键 小时候大人是出大力 流大汗 我们这些小孩也是不闲着 整天的流汗 多一些汗水 生活会健康一些 李道爷和我爹喝着酒 就聊到了水塘深处的那个尸煞 我爹说 道爷 您说水塘里的那个尸煞 会不会再上来找小东啊 嗯 尸煞是绝对不敢上来了 这一次尸煞的元神 借着巧儿的尸体上来 没有想到被我们捉住了尸体 尸煞就是有十个胆 也不敢把自己的本身弄上来 像这种尸煞 一旦没有了本身 就成了无根之瓶 到时候也就和普通的孤魂野鬼 没有什么区别了 道爷 这样说来 小东就不会有事了 哎 这个我现在还说不准呢 尸煞虽然不敢来 但是尸煞的元神就难说了呀 尸煞的元神和鬼魂一样 来去无踪 害人无形 所以我这几天都会住在你们家 等麻子回来 除掉了那尸煞 就算是绝了后患 到时候小东的这一劫 才算过去 我爹点点头 吃过饭之后 李道爷让我爹 按照方位贴朱纱符 大概下午的时候 去火花的人回来了 大街上传来哭声 这时有人请李道爷过去 李道爷到了那里 对着骨灰盒念了一阵子往生咒 然后有自家的几个老人 抬着朝山上到松树林走去 小儿的娘想跟着去 被人拉了回来 我们这里的规矩 少王不进祖林 一般都会埋到山上的那片松树林子里 我们小时候 山上的松树林是埋少王和夭折孩子的地方 那里白天都阴森森的 树林子里是一座座石塔和一座座荒州 松树林是出了名的紧 别说是晚上就是白天 也有可能听见小孩哭 李道爷说过 人小鬼大 英灵也有善恶 他尽量让善者投胎 消除怨气 黄花罐里的泥娃娃 大多都是他召回来的 送走了巧儿 安慰了一会儿巧儿的娘 巧儿的爹 请李道爷和我爹吃了一顿饭 快到晚上的时候 李道爷和我爹回来了 我家的屋是三间草屋 李道爷没有住的地方 我爹就给李道爷打了个地铺 早些年没啥讲究 吃住都非常的简单 弄好了之后 两个人就开始在那里说话了 我听不到他们说的话 就爬到床上睡觉 半夜的时候啊 我家的大黄又开始叫 我赶紧一个翻身朝窗外看 看了一会儿什么都没有 这时听到李道爷和我爹 正小声地说话 有他们两个人在 那尸煞肯定不敢进来 于是我就放心了 躺下用薄被子蒙着头 继续睡觉 到了第二天的早上 我早早地起来 看见李道爷已经坐在那里了 就问李道爷 那尸煞进来没有 李道爷说 昨天晚上 尸煞没有敢进来 我没有猜错的话 尸煞的元神 应该就躲在大门的西面 你们看看西面 是不是有一片水尸过的痕迹 我赶紧跑过去看 果然在那里有一大片水尸的样子 像是有个浑身是水的人 站过一样 我对李道爷的先见之名 佩服得很 吃过饭到了中午 马子大爷回来了 只见他背着一个口袋 口袋里散发着鱼腥味 在马子大爷的背后 跟着一个奇怪的人 只见那个人长得身子瘦小 狗油胡子扫帚眉 由于穿得少 前面的鸡胸把背心高高地撑起 后面背着一个小包袱 两个裤兜里鼓鼓闹闹的 最奇怪的是那双眼睛 成玻璃一样的颜色 像是瞎子一样 我看到这里一下子愣住了 心想 我大爷怎么会请来一个瞎子 来出尸杀呢 我正想着 这时马子大爷对我说 小董 赶紧的叫三大爷 你三大爷 可给你买了好吃的 我虽然心里想着 那个人是个瞎子 可是嘴上没有敢说 马子大爷让我叫三大爷 我赶紧叫了声三大爷 这时那个人走过来捏捏我的脸说 二哥 这个人就是你的小侄子吧 果然有点和别的孩子不同 接着就笑着说 小董 来 这是三大爷 给你买的好吃的 说完之后 就给我从裤兜里掏出了糖块和瓜子 拿在手里对我说 把小背心兜起来 这些 全给你 我一听 赶紧兜起背心 一兜装得满满的 再看三大爷 我感觉 三大爷眼睛不淡不瞎 还特别的明亮 人也变得高大了 就连那个鸡胸 看起来 都无比的顺眼 我知道 他就是麻子大爷请来的高人 于老三 从他给我的瓜子的那时起 我就觉得他是一个高人 于老三捏着我的脸 又夸了几句 就和麻子大爷说出笑笑 朝我们家走去了 二怪寒寒和笑笑 这时不知从哪里冒出来了 看着我的瓜子糖块 要求平分 哎呀 没有办法 只好找个地方平分了 虽说是平分 两个小丫头 虽然还不识数 可分东西的时候 精明的喊 到最后 我和二怪两个人一份 他们两个小丫头 一人一份 然后才高高兴兴的走 那时候大人教我们 大的得让这小的 这样分东西 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公平 他们走了之后 我赶紧的回家 想看看麻子大爷那袋子里 是什么东西 到了家里 看见李道爷和麻子大爷 于三大爷 已经说啥话了 口袋放在屋门口 我打开一看 一袋子腌制的咸鱼块 那时候 这可是好东西 我家看样子 生活要好一段时间了 听三个人商议 怎么把尸煞弄出来 于三大爷说 这件事啊 你们看这么行不行 今天的天还不晚 我先下水塘看看 那尸煞的阴沉木棺材怎么样 然后再想办法弄出来 我这一听 当时心里就是一惊 于三大爷 虽然只是第一次见面 可是他给我的第一印象 就是少有的好人 感谢观看